你看这是哪儿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 充满了艺术感呀 你觉得这是歌剧舞剧院吗 其实不是的 这个呀就是东京的一个塔楼的大厅 你说谁会买这么好看的地方呀 哈喽 葛青 欢迎来到奶奶的日本看房团 今天我们看一个塔楼 先来看一下塔楼的外观 你看是不是很时尚 这个是新型的塔楼 2023年8月才完工的 而且距离地铁站走路就两分钟 超市就一分钟 看没就前面就到了 这可是东京都的中央区啊 这个小区竟然还配备了这么好的绿化 不光是有一个跟小公园似的绿化地啊 前面还有一个小喷泉 从远处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孩子在这边嬉闹 还有好多小情侣在这边谈情说啊 你看看 光这些绿植感觉就不少钱吧 住在这里的人不但有钱 还很有品位哦 这么大的塔楼 一共有1665户地上58届 厉害吧 我们今天要看的房子在第30层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大厅 爱你想呀 每天回来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么艺术的空间 那你说一天的疲惫和烦恼 是不是分分钟就缓解了呀 据说这里住了很多有钱的中国人哟 我们先来看一下户型图 这是一个3LDK的户型 方方正正的 而且有一个超大宽面的阳台 套内的面积有88.17平方米 阳台的面积有18.24平方米 在塔楼里面 这可没有一间暗房 特别明亮 全朝南向的 这样的户型是不是很少有啊 这可是一套新房 从来没有人入住过 对于喜欢新房的中国人来说 有很多有钱人很想抢这套房子哟 所以守漫屋 这个是三井不动产的房子 所以质量和管理那都没话说 你看看这些设备设施 装修的这些材料 这些设计的风格 哪一点不是受大家喜欢的呢 这样的整体浴室在国内比较少见 所以也是很多中国的客户 很喜欢的地方 那现在来看一下房间 一共有三个卧室 第一个大卧室大概有八贴 第二个卧室有五点五贴 第三个卧室也有五点五贴 而且每个卧室都有一个衣帽柜 可以看到这个主卧的衣帽柜 是步入式的 而且这个近身还是蛮深的 看起来能搁好多东西 好多行李 能走进去跟一个小房间似的 看起来在日本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但其实你知道吗 中国的有钱人来到日本以后 一看呀都会说 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小呀 能放得下一个kin size的大床吗 这小卧室比我家的卧室小太多了 然后呢很多人会敲敲这个墙 不是承重墙 就会说能不能把两个卧室 并成一度卧室 这样的空间会大一点 但是呢也有的客户会走到起居室 会发现这个大客厅有20帖 在日本来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面积了 可是呢有的客户就会说 哎呀我在北京的家的客厅 就有50平那么大 你这个客厅也太小了 那也是敲敲墙 然后就说能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隔断都打通 变成一个超大的开间 这样的话用起来是不是就通常明亮多了呢 那我就会说你把所有的隔断墙都打下来的话 那卧室不就没有了吗 然后呢很多有钱人就会说 那有什么关系 一个通透的空间 比这些隔成一个一个小卧室的房子要好得多吧 说完了卧室 再来说说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其实这样的厨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大吸力的油烟机呀 灶样啊然后这个都是中国人喜欢的 哎呀还有这个超大的洗面盆 里面是可以直接把生饭生菜放在里面 用水一搅就可以冲下去了 所以对于垃圾分类来说 对外国人比较难的事情 在这里就变得容易了 而且你知道吗 从这里直接看到外面 非常通透的感觉 虽然今天有点阴天下雨 但是从三十几层的阳台往外去看的话 还是很宽阔的视野吧 你知道吗 这宽的阳台也是这个房子的卖点之一呢 将近十米的长度 感觉在阳台上跑步都不成问题了 而且晚上的时候夜景也是非常好看的 那阳光出来的时候 也是照的每个房间都灿烂无比 这个全南朝向 互行方方正正的高街塔楼 就在东京都的中央区啊 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这么好 绿化这么好 总的售价也只有两亿多日元 哎呀 对于有钱人来说 真的是超值的选择呀 一个好的项目 不仅仅是房间的内部好用 就连它的公共区域 也是让人心神所往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项目 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艺术的细节 想必这也是设计师精心打造过的吧 以前听很多日本人说 东京的气候不适合种棕榈树 但是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区 不但种了棕榈树 还打造了泉水 我突然想起了北京一个超好的小区 棕榈泉 想必也都是非常赞的品质吧 这种异域风格的小区 在东京真的是绝无仅有独此一家呀 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非富即贵呀 而且有很多中国业主 那对于刚刚来到日本 中国人来说 在这里遇到一些情投意合的邻居 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吧 就分享这么多 请帮我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 就这样啦 拜拜咯